接下来的新闻画面 您会看到这真的是一个爷爷级的千岁通气团了 那么有11位呢 86岁到92岁的老荣民 他们的行动都相当不便 而岁数加起来已经将近1000岁了 他们因为被卷入了一领荣民救养金的这个数万元 结果被退府会啊 一状告到了法院 全部被通气引渡回台 11位老荣民呢 都不简单 他们都曾经参加过东山岛的战役 还一起打仗 一起被大陆俘虏 再回到了台湾 他们领有荣民的救养金 而退府会怀疑呢 部分荣民在过世救养金呢 遭到了冒领 提出了法律的诉讼 而为了表示他们的清白 这些老先生们是一路从大陆奔波回台 就是希望政府可以还给他们一个清白